男子一同长大的若曦 自小便与他们情义深厚 其中 十四爷对若曦一往情深 若曦却将所有的真心都给了四爷 然而 在四爷经历了凶险的夺敌之争 成功登基后 却开始打压兄弟们的势力 薛奇爵位 除踪疾 撤去皇旦 若曦不仁看到四爷 为了全力伤害手足 决定劝阻四爷 若曦请 皇上安 若曦 来 起来 你还记得 若曦刚入宫的时候 四爷带着八爷 十三爷 十四爷 还有其他兄弟 整日跟我一起骑马 泛舟 洗脑无忧 记得 那时 我以为 就算皇城之争凶险 但是情分 都是放在心里的 今日你说的这些话 是在 责怪阵吗 若曦不敢 若曦明白 身在皇家 就必须要面临皇权之争 可我只是不明白 四爷已经皇权在握了 为什么就不能念在过去的旧情 给他们一些 一些安宁呢 若曦 江山无语 朕 必须如此 十四爷求见 去屏风后暂闭一下吧 四哥 四哥 别来无恙啊 多谢关心啊 这 很好 老十四 你没有奉诏 私自从战场回京 你 可知该当何罪呀 四哥篡改先帝遗址 密谋篡位 又该当何罪啊 你可知道啊 就凭你方才说的这些话 朕 就可以治你的重罪呀 我知道 只有治了我的罪 你才能够名正言顺地 从我手中拿走兵权 对吧 甭费事了 四哥 我今日来 就是要送你一份兵权 兵符给你 请皇兄 将若曦 赐给臣弟 请皇兄 将若曦 赐给臣弟 十四爷 若曦 你究竟把若曦当做什么了 难不成若曦只是你们兄弟之间的筹吗 若曦 那我的自由换得兵权 应该是一笔最划算的交易了吧 若曦 若曦 你听这些解释 你不用解释 你的犹豫 已经给了我答案 四哥 只要将若曦赐给臣弟 臣弟 甘愿交出兵符 为父皇守灵 不问政事 永不回京 若曦 请皇上 成全 你为了若曦 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 不要了 若曦 请皇上保持自己平安 若曦 从今以后 就让若曦陪伴在十四爷身旁 就当做是 替皇上向兄弟们赔罪 若曦 还请皇上 成全 请皇上 成全 宣 宣 赤独啊 皇 十四子 一切封好 即日起 前往尊化首领 云 若曦东西 到宣布 武兆 不得回去 此生 又不相遂 武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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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曦 你这身子也够虚的了 你就不要再着凉了一会儿 我扶你歇息 咱开始再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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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看什么呢 贼 看雪 皇上是在想若曦公牛吗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若曦自知 食欲不多 还有一事 想请十四爷帮忙 行了 我知道 皇上 你心里还想着他吗 你想对他说什么 我帮你写 皇上 十四爷带行 朕说过了 关于他们俩的一切信件 朕一律不堪 死了 三个多月了吧 他没有来 他恨我 怕恨我到了 连最后一面 都不肯见 若曦 别这么想啊 我相信四哥 一定会给你回心的 我 肯定连恨都没有了 就是觉得 很关心 不在意 四哥 老十四 老十 要见你 朕说了 没有朕的旨意 你不得回心 爹 还记得吗 若曦死了 你告诉我 你刚说什么 说 我把若曦交到你手上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为什么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还用来问我为什么吗 他一直在等你 可他到死 也没等到你的回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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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我了